捐赠仪式在长新国小举行 副县长无力学代表接受许朝英慈善基金会捐赠平板电脑 再转赠给长新国小校长 随即进行3D列印机揭幕仪式 60台的平板电脑和25台的3D列印机 不仅能提升教学品质 更能开阔学生的学习事业 副县长感激许朝英慈善基金会 与金仁宝集团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善心意举 亲自致赠感谢状表示感激 接到这样的一个礼物下来的时候 我想对长新国小以及县里面的 负责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辅导团队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善用这样的一套设备 来让我们的孩子的创客基地 创客的教育上面能够有更精进一些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趋势 长新国小学生也特别量身制作 3D立体名牌赠送给捐赠单位 礼清情义重 却是学生内心最诚挚 也最缺要的感谢 因为有了这些设备资源 未来他们可以充分使用 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感受兴起有趣 觉得很酷 然后很好玩 我玩这个很稀奇 以前都没有玩过 未来能够启动我们屏东县 偏乡小学 同学们 小朋友们 对于文化的认知 对于科技的了解 透过这样子课程的融入 我相信我们屏东县正在做翻转教育 许朝因此善基金会 自莫拉克风灾后 就投入对屏东县的关怀协助 并且推动读报教育推广 在获得良好成效后 认为需投入更多资源 提升屏东县的教育环境 于是大方捐赠60台平板电脑 与25台的3D列印机 充实屏东县的教学设备 提供推动明日阅读 3D列印新生活教学 我们就希望说把我们的产品捐赠过来 让偏乡的儿童 他们能够享受到所谓的平板电脑 3D列印这样的这种科技产品的这种效益 他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从平板电脑接触到 所谓的更开阔的一个世界 从3D列印的机器 也可以接触到最新的一个科技 那么这样子下来之后 我想偏乡跟所谓的城乡的差距 这个距离就不再存在 徐朝因慈善基金会希望 意诸资源让创客基地在屏东发芽 也能带动屏东县 在创意制造方面更加发展 成功寻塑地方的教学特色 屏东新闻蔡理华庄志豪 采访报道